9月20日發表的數據顯示 加拿大8月的年度通貨膨脹率降至7% 雖然7%的減幅超出了經濟學家預期 但是加拿大的食品價格仍然加速上升 8月的年同比通貨膨脹率明顯低於7月的7.6% 這是物價增長連續第二個月放緩 統計局說主要原因是8月的汽油價格比7月更低 如果不算汽油的話 8月的物價連同比上升6.3% 也低於7月份的6.6% 這是自從2021年6月以來 不包括汽油的通貨膨脹連同比下降的第一個月 而汽油價格月環比就大幅下降 2022年8月的汽油價格比上一個月跌了9.6% 這是自從2020年4月以來最大的單月跌幅 2022年7月的月環比跌幅是9.2% 根據年度比較的話 8月的汽油價格比去年同期上升22.1% 比7月份的同比上升35.6% 明顯放緩 加拿大統計局說8月份的汽油價格環比下降 主要是由於全球產油國的產量增加 根據加拿大自然資源部的數據 年油利潤率也由7月份的較高水平有所下降 旅客住宿的價格增長放緩 但是仍然處於高位 8月份的旅遊住宿價格同比上升33% 低於7月份的升幅 統計局說放緩的主要原因 是2021年8月的單月價格升幅較大 增加了12% 這是自從病毒大流行以來 第一個限制措施比較少的8月 而內用品價格增長也放緩 繼7月增長7%之後 8月份內用品價格的連同比增長放緩到6% 其中家用電器價格升9% 7月就升11.5% 雪櫃和冰櫃的價格升12% 洗衣機和洗碗設備價格升9.3% 主食用具價格升7.9% 平均比7月的加價速度放緩 8月份乘用車購買指數連同比升7.3% 低於7月份的8.2% 統計局表示去年8月乘用車價格上升較大 是今年8月價格連同比升幅放緩的原因之一 另外8月份二手車價格月環比下降了0.7% 而房屋價格增長就持續放緩 8月份的房屋價格連同比增長6.6% 低於7月份的9.7% 而其他的自治物業費用包括房地產銷售佣金 同比升幅就放緩到7.4% 和新房屋價格相關的業主重置成本指數 升幅就放緩到8.4% 和房屋價格相反 8月份抵押貸款利息成本指數升4.8% 高於7月份的1.7%升幅 這是自從2020年1月以來最快速的增長 反映出債券收益率上升和利率上升的情況 另一方面食品集貨加價加速 8月份的食品集貨價格升幅高達10.8% 這是自從1981年以來最快的上升速度 而1981年錄得的升幅是11.9% 情況令人擔心 統計局說食品供應持續受到多種因素影響 包括極端天氣、更高的投入成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以及供應鏈中斷 8月份的食品價格普遍上升和去年同期相比 肉類上升6.5% 乃製品上升7% 烘焙產品上升15.4% 新鮮水果上升13.2% 非酒精飲品上升14.1% 調味品、香料和醋上升17.2% 糖和糖果上升11.3% 魚、海鮮和其他海產就上升8.7% 面對通貨膨脹 聯邦自由黨政府9月宣布了三項救濟福利計劃 包括牙科福利最高650元 一次性的租金補貼500元 以及貨勞稅 即是商品及服務稅GST 退稅加倍 新民主黨領袖早免成認為 這是新民主黨的勝利 因為這是該黨提倡的政策 2022年3月 新民主黨和自由黨達成協議 如果自由黨 按照新民主黨的優先事項採取行動 新民主黨將會支持自由黨少數政府 繼續執政到2025年 但是保守黨領袖博麗智就認為 自由黨政府宣布的這些新福利 是更多的通貨膨脹支出 統計局9月20日發表新通貨膨脹數據後 博麗自發聲明說 食品價格上升10.8% 這是40年來最快的上升速度 加拿大人 漸漸越來越難維持生計 在食品行業 如果供應商和生產商 想向雜貨零售商收取更多費用 來抵消意外成本的話 就必須要求自願支付額外費用 如果零售商接受加價 他就必須決定 是通過提高零售價格 將增加的成本轉價給消費者 還是通過降低利潤來吸收衝擊 零售商也可以拒絕加價 但是這樣可能會導致糾紛 波麗智在聲明中表示 經過保守黨兩年的警告後 杜魯多政府 仍然無法解決通貨膨脹的計劃 杜魯多政府提出印更多鈔票 借更多錢的辦法 但是這樣無疑是為通貨膨脹之火 火上加油 波麗智認為 如果保守黨執政的話 將會採取以下的辦法 來阻止通貨膨脹 第一 使用現收現比的法則 限制政府支出 即是政府必須為每一元的新支出 才節省一元 第二 廢除碳稅和工資稅加稅 改善工資成本和降低能源價格 第三 消除販民育節 令企業、農民和工人 生產更負擔得起的能源、食品和房屋 波麗智說 印鈔票只會抬高物價 而製造生活所需的產品 將會令生活更負擔得起 波麗智認為 加拿大必須生產更多的產品 並且降低成本 據CBC報導 卡爾·加里大學經濟學家 湯貝姆在眾議院作證時說 加拿大政府最近宣布的措施 不太可能產生重大影響 應付通貨膨脹問題 絕對不容易的事 湯貝姆說 快速解決通貨膨脹的根源問題 可能很困難 加拿大政府需要認識到 在很短時間內 不是有很多的事可以做 因為大部分通貨膨脹 是由全球因素和高能源價格造成的 加拿大政府圍繞支出的政策 對這些因素的影響有限 加拿大央行的加息 也需要時間才能對通貨膨脹產生影響 蒙克全球事務學院高級研究員 曾任前總理哈帕經濟政策顧問的 斯皮爾就認為 需要一個長期的規劃 來全面應付加拿大今天面臨的重大挑戰 斯皮爾說 無論是增加供應的短期計劃 還是更重要的長期計劃 政府都做得不夠 我們發現自己供應受限的領域非常多 包括醫療、保健、房屋和能源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志本台記者 周恆在多倫多的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